当旅客抵达机场完成通关查验后 在转机或登机的等待过程中 输了逛逛免税商店或滑手机打发时间 但是你知道吗 因为廉价航空的兴起 红眼航班大增 机场好不好睡 有没有其他额外消磨时间的公共设施 已经成为旅客们评选机场的隐藏指标哦 专营旅游零售的深恒昌 为体贴旅人们需求 在桃园机场规划许多贴心的旅客服务设备 例如舒适的按摩椅 或是功夫按摩小站 让旅客在后机的时候可以舒展一下筋骨 让旅程更放松 让桃园机场成为全球最好睡的机场之一 此外深恒昌也在后机室暗藏惊喜 只有内行人才知道的趣味角落 就让我们来一探究竟吧 虽然几乎每间后机室都有大片的落地窗 可以观看飞机起降 但如果想来点不一样的感受 不妨来到第二航下C1的台湾音乐后机室 落地窗旁不仅有舒适的沙发区 墙上还有KKBOX提供的免费歌曲 用音乐让纷扰的机场 割出属于自己的小天地 深恒昌在桃园机场里更提供专业的泡茶服务 请来泡茶经验丰富的专业泡茶师 营造出品茶的悠闲环境 旅客不必到阿里山 也能喝到真正来自阿里山的台湾好茶 而旅客若是走到机场第二航下的主要廊道 只要跟着香味走 就会发现从凤梨酥、牛舌饼、肉脂、蛋卷 甚至卤豆干、卤铁蛋等 都是现场现烤、现卤、香味四溢 让人忍不住食指大动 深恒昌更是大方地提供旅客免费试吃 十足展现台湾人的好客与人情味 位于第二航下C8登机门旁的 现烤、蛋卷烘培区 简直就是迷你观光工厂 大型透明玻璃橱窗 让旅客直接参观手工蛋卷的制作过程 这样的体验式行销服务 也是旅游达人推荐不可错过的机场服务之一哦 在机场里有的吃、有的玩 也能纯粹放松休息 探寻桃园机场里的秘密角落 旅途快乐的起点就从机场开始